综艺传承要鲜血!下一个吴宗献在哪里? 张飞主持风格独树一格!图华市提供,20101803.13。 放眼台湾综艺界知名主持人,可以发现长青世代还在发威,综艺天王张飞,胡瓜,徐乃琳,吴宗献,综艺天后张晓燕,白冰冰,丽京,云美人等,几乎可以说,称起整个综艺圈存亡的,几乎就是这群长青世代的主持人们。 2010年金中奖综艺两组最大赢家为吴宗献,KIT,小猪,凯乐,评审坦言老将带新秀是获奖的最大原因,看得出来,整个综艺圈也在期待,下一个吴宗献会在哪? 2010年金中奖,大环境动荡,需具备极加稳定性。 综艺圈发生光怪陆离事件的可能性相当高,可能在一个摄影棚内,同一群人上演吵架或大和解。 据例来说,张飞时隔6年,在2017年2月25日,辅出主持华视节目综艺非常赞,但他一上舞台,没多久给予到郭建宏与华视的争锋相对。 在这一波大浪中,张飞既维持对老友郭建宏的情分,也护及了电视台的颜面,但事件落幕,他依然拿稳麦克风,在自己的舞台上发光。 对于很多综艺新兴来说,没有一定的稳定性及经验值,很难在这样充满动荡的环境存活下来。 吴宗倩经常引领新话题,图记者陈明安社,20101804.10。 实时创新,成为引领话题潮流者。 综艺对于话题淘汰率高,这一秒还流行蓝寿香菇,下一秒已是用到泛滥的无趣狗,想当一个成功的综艺主持人,需要走在时代的尖端,最好的例子,就是吴宗倩。 他不管什么话题都能聊,上至以利益休,下至孙安佐事件,只要记者敢问,他很少不答,就算女儿Sandy在一旁小心叮咛,乖,不要乱说话。 他依然会不小心说溜嘴,随即攻占网络及时新闻榜面,就算是要在小剧弹开久违的演唱会,他依然可以访谈中真情流露,痛哭到读者心有七七焉。 对于新闻很快发松的网络时代,宗倩新秀若没有掌握好话题敏感度与潮流性,很快就会消失在洪流中。 历经处事圆络,图中天提供,2018年4月12日。 身段柔软,处视态度超圆络。 综艺新秀如何在油画纸奖跟没礼貌之间做拿捏,是很大的挑战,西竹分寸没掌握好,极可能很快就消失在主持台上。 举例来说,历经算是综艺圈里面大名大放的代表,在他身上永远不怕没话题,他没有明星惯有的假面和平,只要不平就要明,认为自己背后被无赖炫化,不管有多少眼睛盯住,他在脸书就要说分明。 但一到录影现场,他却身段柔软,表示一切尊重经纪公司的决定,把看似伶俐的招式化为小女孩无伤大雅的撒娇。 综艺新秀心中若没有一把尺,却缺乏袁荣的处世哲学,想必也很难生存在综艺圈中。 综艺这些长青世代的天王、天后们,不难发现他们屹立不摇的原因,这些大咖通常个性鲜明,不轻易被挫折打败,甚至身处逆境还能开口自嘲,老实说,没有一段时间的淬炼,很难到达这样的功力。 正因如此,综艺新秀可能因为一个失联就暴揍失常,或因游戏桥段就隔空叫骂,然后再也回不去了,自然也无法修炼成长青树。